然后呢,就是要获取一个结果 我们这里边还少拗出来一个对象,这个对象肯定是下面咱们的40dl层 然后,这个对象要在尿的时候呢,他就写这些话 刚才看的,能直接传进去 这个我们批是不是没有赶过来哦 这个批把它赶一下,没有赶过来 有些是以前的代码很容易有遗漏 这个对象就没有好了 用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调用它里边的方法了吧 就是应该把这参数直接传进去 对吧 然后你现在在业务层得到它的结果了 对不对 你可以做的这个处理就很多了吧 是不是 你可以根据它 返回的是 true force 返回 返回一个字符也可以吧 对不对 返回插入成功或者是插入失败 对不对 甚至你还可以抛出一个异常 对不对 插入失败的时候你往外抛异常 然后让调用它的这个方法处理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在业务层主要要做的一个操作 它会把这个数据库 返回回来的这个原始操作的这个结果数据 它可以就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业务层里边做进一步的处理 对吧 但是咱们这里边呢 就比较简化 没有做更多的处理 直接它的这个结果 咱们原原本本的给它返回去就 可以了 对吧 当然了你在写的时候 你如果有需要或者有什么 你感觉那种方案合适 你就用哪一种 你比如说你直接往外抛出一个异常 也可以 对吧 你抛出一个stream的字符也可以 好吧 我们这里边呢 就直接把结果给它返回去 放到它的这个activity那一层 要用它谁要用谁处理 对吧 当然了按照你这个实际写的情况啊 你在这里边封的业务逻辑 尽量把业务逻辑都封装到这里边是最好的 对吧 这样才体现了你这个业务层的这一层的功能 对吧 尽量呃 在比如说activity啊或者什么 其他的这种里边少做这种业务逻辑的这种操作 呃 我们继续 现在这个插入放进去了 我们再做一个 删除 是吧 删除也要有 所以说在业务层里边再封装的话 这又是进一步的处理了 我们根据我们的 实际需要呢 先封装几个简单方法出来 今天咱们那个删除不是要传条件吗 对吧 其实咱们这个删除最常用的 是按什么删呢 是按这个UZID上吧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个就 删除用户根据UZID 封装这么一个方法出来 对吧 咱们这个 这个这个UZID要传进来 有UZID了 我们就可以拼装它的这个条件了 是吧 我们在这里边呢 直接就把它这个SEL语句 拼装到这个里边 当然了实际 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太标准 你的业务层里边 实际上 最好是不要出现这个 直接出现SEL语句这种操作 对吧 而且这种东西 其实还是能把它封装的 因为你这个数据库表里边设计 里边什么UZNAME UZID这些 数据表的字段的名字 还是有改的这个可能性的 对吧 你如果封装的好的话 你最好是比如说弄一些这个 这个长量啊 是吧 你可以把这个SEL语句DAR 这一层 根据每一个表 你在弄一个长量之类的东西 把它的这个 呃 表的这个字段的名字 给放到长量里边 对吧 然后你在你的这个 业务业务操作层 业务业务的层 直接引用它那个长量 然后你的这个 字段改的时候 你就不用手忙脚乱的 把所有的这个 业务层里边的字 呃字段名字都给替换一点 对吧 所以说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咱们这里边 因为呃是这么做的 呃目前就先写成这样 对吧 咱们在实际写的时候 可以稍微的改造一下 通过长量的方式 是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BAL 那个类里边 呃 你再给它加几个长量 吧 把数据库的字段都引设进去 是吧 然后这个 等于 等于 然后这个删除 这个应该 很容易理解吧 对吧 咱们在30DL里边有删除方法 当时传的是条件 对不对 咱们在业务这层 把条件拼装好之后 直接给它传进去了 对吧 之后呢 直接结果返回回去就可以了吧 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业务层封装了一个 根据用户ID 对不对 删除这个用户的这个方法吧 继续封装 非常用的还有什么 根据用户ID有删除 根据用户ID还为什么 应该是有更新吧 对吧 我们再封装更新进来 其实这基本上都差不多是一样的 对吧 包括盘的摊数都一样 我们直接考过来嘛 再改一下 是吧 根据用户ID更新一个用户 这个时候其实这些基本上都一样 因为你在这个CycleDAL这些层里边封装的比较好 所以说连传东西都差不多 哦 这个不对 这个应该 是这样的 你传的不应该是传UZID进来 你要更新用户 你传的 还是应该是一个实体类 是吧 写错了 传实体类进来 UZID是这样获取的 GET就在一起 对吧 然后这个条件 这个Delete就改成Update 对吧 条件要传进去 实体类你也要传进去 条件呢 咱们封上好的条件 实体类这就是这样 对吧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之后 是吧 那就是直接返回了 对吧 就是 根据UZID去修改一个 去修改一条信息 然后 咱们还要再封装 封装什么呢 封装该获取这个用户列表了吧 对不对 根据条件获取用户列表 这样的话 你那个Adapter 获取列表的时候 才能够调用吧 对不对 model user 然后就是get user 是吧 传进来的话 直接传 咱们要求传一个条件进来 是吧 其实咱们这个方法呀 主要是在内部交用 应该是 咱们暂时把它先定成私有的 因为咱们如果在activity那层条件 如果也传直接传一个那个 Circle字符过来 就不太合适了 是不是 咱们先定成私有 应该这个方法 主要是咱们自己 在业务层内部之间调用 对不对 就各种各样的条件 在业务里边拼装好 然后给这个方法传过来 是吧 然后我们直接返回 return 在这个dl 然后就是get user 然后条件直接就是这个条件 对吧 这个要有 然后还要有什么呢 我看一下啊 这个 啊对 比较常用的还有 get get content 这个先做封装吧 先封装 获取单个的实体类 对不对 获取一个实体类 根据userid 获取一个实体类 对吧 那这个名字就叫get model user 然后by user id 根据user id 获取一个实体类是吧 然后传进来咱们的这个 user user 这时候要怎么做呢 咱们那个返回的 咱们那个方法返回的是个list 是吧 咱们要返回一个list 咱们在这个数据部操作层 是一个list 然后这个条件是什么呀 对了 这个我还要说一下 看到这个 都用的是直接加了一个and 对吧 你加and 直接跟到那个后边 well后边的一等一条件后边就可以了 你不管是几 你后面几个条件 你都直接给它加上and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那个一等一的话 你还要再做判断 这个就挺费事的 在这里边你就不用做那么多判断之类的 直接就这样就行了 直接就这样就行了 肯定只会查到一个吧 对不对 那你就判断一下 如果 这个list 是吧 这个时候就返回 这个时候就返回 model user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 也用就可以了 用更了 2 get 行吧 是不是 返回0号位置 如果不停地这条件怎么办 因为这些条件按照逻辑上 肯定是应该成立的 如果不成立 咱们给它返回的num就算 对吧 证明里边肯定有什么错误 比如插入了同会的数据啊 或者什么 是吧 咱们给它访问一下 这样的话你或许是delay的方法 还有了吧 是吧 然后还要封装 这个因为是咱们自己内部的 它或许是要传条件的 对吧 咱们自己再封一个 应该是getuser 咱们一般是通过什么 让我看一下啊 咱们这里边封一个那个什么吧 这个一会儿 待会儿就要用到 getuser list 根据什么呢 根据传过来的user id 得到一个用户的这个列表 什么user id呢 根据传过来的一个用户 user id的数据 因为咱们有可能 不是说只查 只查像刚才那样 只查这么单独的一个model user 有可能传过来好几个user id 查这几个用户的信息 所以我们现在 以前之后要用得到 好我们现在也把它提前给封 封进来 有的id这个数据 有的id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要没有出来一个list 好多了 这个可适的 我发并说的 这个ion 所以 我们不记得了 然后在这个里边,我们变利。 变利这个数据。 变利这个数据怎么做呢? 然后用咱们的刚才的get model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根据它的这个锁引值。 这个参数是pin类型的话,咱们把它转换一下。 就用英特克3,或者是用强制类型转换。 强制把它转换成一个英特克3。 嗯,这样有可能不行。 嗯,这样吧,还是用英特克。 第二,它有一个UO,是吧,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转换,是吧。 这个方法转换了。 这个报了一个错。 这个报了一个错。 这个方法转换有点问题。 删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就给它填进去了。 填进去之后,我们把它放回回去就可以了。 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教用咱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方法。 这个get user这个方法做一层封装,是吧。 我们暂时先封这几个方法进来,应该基本上够用了。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 是不是。 现在已经有个数据户操作了整个基本出行了。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CycleDLBase也有了。 TELP也有了。 Configure也有了。 是吧。 然后基础的这个CycleDL这层也有了。 然后Business业务也有了。 对吧。 我们最后要最终显示出来。 还要继续往上一步走吧。 对不对。 又该做什么了。 好几样工作要做,对不对。 布局。 List他的布局,对不对。 然后就是Item。